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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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了ER之后 如果说要住院 或者说在情况还是可以移动的状态下 会被转到合约里面的医院 另外的一个合约医院 了解 对 那其实PPO也有一样的状况问题 就是你今天是PPO 不是说所有的医院都一定会有合约 很多时候PPO虽然是很弹性很限制 因为很少数医医院并没有PPO合约的 对 所以当你通知保险公司的同时呢 保险公司也会告诉你 你现在在地的所在的这个医院 是不是有合约 如果说你决定没关系 我不管有合约 反正我就是要在这边留下去继续治疗 先看病再说 对 先看病再说的话 那如果这个没有合约 您的out of pocket 你口袋付出来的本来可能是3000 很可能会变double 所以这就要了解一下自己所买的这个保险了 对 所以通报很重要 对 那我们刚才说的呢 还是本地的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是out of town呢 out of town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 其实out of town 其实不管您是什么保险 emergency还是一样去最近的医院 只是说out of town对PPO的这个病患来说 可能稍微就是比较弹性一些 因为PPO在全美国 其实您都是可以使用的 对 那如果说emergency的话 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 出来了继续后面要看医生要做什么 其实只要找到一个有合约的医生 PPO就算出了加州 我们都是可以使用的 emergency当然也不在话下 对 如果说您是HMO 就是您有指定医生 有医疗网的这个机制 那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打电话 通知保险公司 OK 他们会做下一步必要的处理 嗯 了解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在48小时之内 还是通报自己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保险公司 对 那么刚才又说了有本地 会说out of town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去到海外呢 你知道像寒暑假呀 小孩子可能会 很平凡 对 出去寒暑假这个到海外呀 中国要回台湾啊 去玩一玩 这个时候发生情况了又怎么办呢 对啊 我们碰到很多就是出国的时候 然后发生状况 一般所有的美国的保险呢 针对海外其实是有coverage的 不是说你出了国之后保险就中断 没有 但是它是有限制性的 嗯 对 也就是说我建议出了国门 不管我去哪一国 全世界都好 您的保险只有cover 生命危险 生命为关的急诊 哦 就是一些小病啊 什么感冒啊 发烧啊 这些可能就不会cover 都不保 都没有cover 对 这个很可能就是你在当地 要自己寻求一些方式 或者说你有买travel保险 旅游保险是有cover一些就医的 但是一般正规的健康保险 特别不管您公司的健康保险也好 个人的也好 一旦出了国门 你除非真的是当场发生车祸啦 大量出血啦 或是说你今天没有意识啦 对 这个情况危机到要有生命的危险 嗯 的情况下 那您的这个emergency 很大部分都还是保险公司cover的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当我今天在国外就医 刚刚我在国内 美国国内就医 嗯 很多时候你在美国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 他们去claim保险公司 对 可是在国外的时候 你必须很多东西 费用要先付掉 哦 对 你要把这些supporting 这个动作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你就是先付了 因为这个会变成reimbursment 哦 了解 给你回来的时候 好 非常感谢Amy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哦 那真的是需要有一份健康保险的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能更加的安心 我们谢谢下新闻广告 马上回来